天上天下为我独尊 咒术师五条物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在某次任务中 五条与诅咒师集团第一高手拜尔相遇 两人仅交手一个照面 可怜的拜尔就被当场秒杀 后因第一高手拜尔退隐江湖 整个诅咒师集团也跟着土崩瓦解 但五条并不知道 他和好友夏游杰的行动路线 已经被高楼上的两人禁收眼底 谭星教并没有与五条物对抗的实力 所以他们聘请了一位专业的咒术师杀手 福黑毫不犹豫就开口答应 虽然刺杀五条风险很大 但对方给的实在太多了 福黑并没有立刻行动 而是跑到水上乐园直接开赌 对手可是地表最强咒术师 贸贸然上前刺杀 最后的结果绝对是白白送死 所以他要做的就是近代时机 就像与人赌博一样 哪怕暂时输一点也无所谓 最后他肯定要连本代理全拿回来 虽然嘴上说得漂亮 但福黑却将盘星教给的定金全部输光 再赌就真连裤衩都不剩 与此同时 五条与夏游杰已经救下了少女李子 并将周围埋伏的杀手全部清除 就在两人商量要不要找萧子过来帮忙时 怀中的少女突然苏醒 还反手甩了五条一见光 天内李子误以为两人是杀手 当即摆开架势全身戒备 就算夏游杰耐心解释 李子也完全不信 顺便还嘲讽夏游长了一张骗人的脸 而少女同时惹恼两个人渣的下场 就是被拽住手脚凝成抹布 幸亏黑警及时出现 才没有让这里变成犯罪现场 在知道五条和夏游是自己的专属保镖后 李子立刻变得嚣张起来 因为他马上就要和天元同化 与天元同化之后 李子的意识和思想也不会消亡 而是和天元融为一体 所以他就是天元 天元就是他 但五条和夏游根本不在乎他的身体 只是自顾自地抱着手机刷抖音 五条觉得李子说话这么没教养 肯定没家人也没朋友 到时就能毫无顾忌地送他上路了 本以为接到李子就算任务投诉 不料李子竟闹着要回学校上课 导师叶娥也打来电话 让他们满足李子的一切要求 这也是天元大人下的命令 再去往学校的路上 夏游也知道了李子的身世 那个女孩的父母出了车祸 从小就是孤身一员 所以他才把学校的同学视为家人 现在吵着要去上课 恐怕也是想和家人做最后的告别的 为了保护李子的安全 夏游杰在学校放置骤灵 在学校周围警戒巡查 但时间紧过片刻不到 夏游就察觉情况不对 有两只骤灵被俘处了 这代表李子会有危险 清除骤灵的人 正是杀手集团的两个咒术士杀手 就在几分钟前 李子的信息被挂上了杀手网站 谁能取其向上人头 就能拿到三千万的高额悬赏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浮黑 这些杀手都是刀口填血的亡命之徒 只要用高额悬赏作为诱饵 刺杀就会如浮古之躯般源源不绝